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我們上集就來到直步駱駝 然後橫越機場跑道 接著就去到一間無敵美景的Airbnb 那今集會講什麼呢? 入正題之前就更正上集講錯的資料 小弟由於老花的關係 就把平均最高氣溫看錯了為最高氣溫 所以直步駱駝的全年最高氣溫 並不是最高是28度 其實直步駱駝在歷史上 裡面曾經最高氣溫在7月份可以去到攝氏40度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有關直步駱駝的氣溫分佈 那你就可以停止畫面 慢慢去欣賞這幅圖表 講完天氣 我們就和大家走一走直步駱駝最旺的購物大街 MING STREET MING STREET 西班牙文的水 用英文怎麼說 學生說Water 西班牙文 教英文 這個就是一個主火場 是的 很... 度假 是的 氣溫已經度假 歡迎來到英國 直布羅陀的主要靠密大街 Main Street 全長1.8公里 即是跟直布羅陀機場的跑道長度一樣 它就是由剛才的Grand Casemay Square 開始由北到南貫穿整個直布羅陀的市中心 一走進這條大街就會發現 其實它跟英國大部分的High Street的分別不大 一樣看到有英國的垃圾桶 還有看到很多在英國經常會看到的店舖 例如這一間的銀行 除了銀行之外 也會看到很多英國品牌的店舖 還有英國的電話廳 這條大街就充滿了很多賣珠寶首飾金錶 即是俗稱金浦的店舖 也有很多賣化妝品香水 名牌的店舖 因為直布羅陀就是一個低稅 甚至是沒有稅的角度 直布羅陀是不會收資產增值稅 銷售稅 或者是VAT 而入口稅是一律10% 所以這裡的煙酒、化妝品、香水等等 都非常便宜 這間的樣子 簡直可以穿得上直布羅陀沙沙 直布羅陀沙沙 直布羅陀沙沙 原來是賣的那些東西 是啊 這道士多仔是可以賣錶的 挺好的 什麼都有 有酒 煙酒士多加可樂 有酒 咦?這個牌這麼熟口臉 原來它就是家居保溫系統 VerySure 在歐洲用的公司名 如果大家想了解 VerySure 一些資訊 你也可以直接聯絡我 由於直布羅陀沙有它獨特的地理位置 和它一個複雜的歷史 所以它的建築會受到不同風格的影響 所以一條大街裡 你就會看到有英國式 葡萄牙式 西班牙式 哥德式 摩爾式 以及一些講了你都不懂的建築風格 大家 剛才和大家行完古式故鄉的大街 現在就帶大家來到綜合發展項目 Ocean Village 看看 這個Ocean Village 其實就是有商業 娛樂 以及住宅的一個發展區 它現在有316個住宅單位 有250個遊艇泊位 還有兩間賭場 咦?看看 這裡真的有點像黃埔花園那隻船 這裡就叫做Sunborn Gibraltar 其實它就是一間七層高的郵輪酒店 和賭場 我們本來都打算預約這裡 不過最後都選擇了和陽光與海灘做鄰居 得到一間小店 風二鏡 表現 這個就算是幾個城市 那一間小店 更加多的大街 然後帶來 那個車 ㄴ 大家可以發現直布羅塘雖然是英國的海外屬地 但是它的車是調轉走的 即是左軚那邊走的 但是其實很有趣的 要走到過馬路的時候看錯邊看錯車才有一種去旅行的感覺 現在雖然沒有出過境 但是又有一種去外地去旅行的感覺 非常棒 看看這裏有些熟口面 有些像土瓜環的其中一段路的樓 都是一些植物的感覺 而望上去就有些像北角的毛飯村 我想大家一望這裏就會覺得有些像香港的舊警察宿舍 而在山上看下去就會看到很多熟悉的屋苑 而去到這段路就會令我想起飛鵝山看下來的景象 看到這些海邊的豪宅別墅 真的好像去了南區的中坎閣 看一看又有點像摩星嶺 綺多利道近芝加哥大學那邊 不知道大家對以上的相似會不會有同感呢 如果有的話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感覺很有壓迫感 我想在直布羅陀有九成的地方 都會看到這座山 這座山就叫做The Rock 就是直布羅陀的地標 如果仔細一點看 你會看到有很多的山崩在那裡 就是當年打仗的時候 是用來做一個軍事的用途 可能裏面做軍火褲 為了把大炮和機箱出來 非常恐怖 辛苦了 乾杯 乾杯 想得到多高 大家這樣說 真的有一種加的感覺 都是一個五星級的 如果有剪馬一間就好了 我可以對著海 陽光海灘美女 很棒 很棒 下一集我們會去到直布羅陀的最南端 提菲州 也會去到直布羅陀的最高點 看馬樓 我們會到山頂上面看美景 也會到山洞裡面看秘境 當然還有的就是 總之就是要密切留意下一集的課出 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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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夠了